最近陆军某集团军在高原法场 试射了一种国产PH-L03原火的新弹中 300毫米卫星制导火箭弹 通过特写镜头 可见这种新弹中 在火箭弹的头部先增加了四片小弹翼 可以在卫星信号的引导下进行精确寻递 该弹仍然采用传统的PH-L03原火发射车发射 采犬大阳角发射 最大射程150公里 在法场的高速摄像机拍摄到 这种制导火箭弹居然可以直接命中 150公里外模拟的敌方导弹发射架 火箭炮从弹生开始 一直是大面积概率射击武器 在我国居然发炸到如此精度 属于和东风短程弹道导弹 抢生意的装备 只有我们自己还叫火箭炮 而被北约的早早列为精确制导地对地导弹 PH-L03原程火箭炮系统的基本作战单元 包括一辆指挥车 六辆发射车和六辆弓弹车 它采用无预置阵地和有预置阵地两种作战模式 每辆炮车可连续发射24发火箭弹 一个作战单元可连续发射火箭弹 九十六到一百四四发 覆盖大于两平方千米的发射 研发单位为PH-L03所发射的各类三百毫米口径火箭弹 引入了初始段简易控制自动修正系统 可以使弹主点逆极度提高一倍 射击精度提高两倍 只需较少的火箭弹 就可以发回极高的杀伤概率 三百毫米火箭弹 只需在主动断控制2.5秒 就可以取得相当理想的精度效果 七 三米长的火箭弹像一只长箭一样 整体直接插在目标上 被国内军迷戏称为天降电线杆 这种命中精度和命中时的动能存量 就是不装炸药 也没有多少目标能扛得住 PH-L03火箭弹 太原骨体发动机推进技术 其最大射程达150千米 最小射程则为20千米 射程覆盖了尸属炮兵与战术导弹之间的火力空白 PH-L03所用火箭弹长7.3米 直径0.3米 起飞质量840千克 战斗部质量235千克 PH-L03火箭炮150千米的射程 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是某海峡的最小宽度 仍然大于150千米 战略方向的敌人发射